哈喽 大家好 我是梁 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呀 看肉肉啦 派派甜心 开的好美哦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红旭和的花 开的可真美啊 上面这一撮也是 你看这个是我剪下来了 现在随便扦插 它花开的可真好啊 漂亮吗 给你们看这个红旭和 它之前刚长出来的叶子是绿色的 你看看 结果你看外面那一层 已经整个开始变成紫色了 然后你看剪下来的花芽 一直在长根 可是我很多了 我就不想理它 这边的新长出来了 你看看 就是这样 新长出来的红旭和是这样哦 但是它如果长好了它的叶子 是紫色的哦 完蛋了 这个是怎样哦 这个不是黑幅哦 这个是紫色的哦 紫色的叶片 吓我一跳我以为它黑幅了 结果不是 红旭和 跟你们说 我的拉威雪莲挂掉了 之前不是说它一直消耗叶子吗 后来我终于忍不住把它拔起来看 它的下面杆子 它的根全部都烂掉了 然后呢 我就把它剪开来看 哇塞 它里面的杆子黑幅了 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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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 你看 就剩这么一个小头 然后你看 这么多 全部被我枝解了 这边总共有10片叶子 那旁边这里还有8片 我打算把它放在这里 那这个一样是50%的土 然后我在上面加一层这个椰纤 然后这边加的比较厚的椰纤 然后我想看看18片叶子 最后可以孵出拉威雪莲 可以孵出几颗 大家就看看吧 我就当做做实验了 见证一下 就把这些排上去了 这样好像不太好 之前都是中间比较高 然后因为现在这样子 要让它可以立下 就是要它可以这样子立下 随便旁边要比较高 就这样放着 其实它挂掉是我观察了好久 最后就决定把它拆掉 然后它就真的真的里面黑服了 所以买寒肉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风险 我想这一颗椰 这片叶子应该是比较没有希望 因为它几乎都干掉了 但是放着试试看吧 总是一个机会 这样子 这里有八颗 这里叶子也有十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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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最后就看看 它可以浮出几颗 好伤心啊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 老尾水帘它需要的水分真的很少 所以不要再浇很多水 我大概十天才浇一次 它就不行了 我在想也许是它本来的杆子就有带菌 这个头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活 就试试看吧 因为我去年养芙蓉雪莲也是这样 给你们看看 给你们看看 这是我的芙蓉大雪莲 你看到有白霜这些叶子都是新长出来的 它本来 买的时候没有这么大朵 虽然稍微再小一点 但是我养着养着 它也是给我浆苗 然后就直接给 直接移压 就是杆子黑斧了 我也是剪剪剪剪剪 剪的大概也是像这样一个小偷 然后重新出发 结果你看 经过了六个多月 六七个月吧 你看 它现在复活了 你看完全着根 而且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 外面这些旧的 是原来剩下的叶子 所以你看它新长出来很多 那我也有把它拆解这样叶敷 本来大概也是十几个吧 有敷出大概七八个 可是后来那个小偷被我养挂了 真的很难养 可是我就是不服输 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养起来 我希望它可以像这颗 芙蓉雪莲一样再次重生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这是目前我的拉威雪莲 可怜的拉威雪莲 再来给你们看看 这个是我的红颜之爪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它外面本来很多层很多层叶片 然后刚买回来的时候 我帮它换盆 它根系是长得还不错 可是我不是说奇怪 为什么它外面大概有一圈半 就是属于那种果冻黄 然后像这红边边很漂亮吗 我以为它是粗状态 结果我观察了大概两个礼拜 它两个礼拜刚开始是还好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 它那个叶子就开始一片一片 给我黑辅掉 就是整个突然这里一个黑 拔掉 隔天又这里一个 反正就是连续一个礼拜都这样 我忍不住了 我整个把它拔掉 然后你看我下了这么多叶片 这个一二三四五 这五片不是剩下的全部都是 然后还有一些黑辅掉的 还有一些拔起来它没有生长点的 就通通失败了 那这些已经大概有 有四天了 目前没有黑掉 表示应该是还好 看看 这个有红边边这种 所以如果你在选寒肉的时候看到它特别漂亮 颜色特别不一样 那就要小心了 因为它有可能已经带病菌 或者是本来它就生病 因为很贵啊 所以得不偿失啊 那我拔起来把它根都修一修 还好它金感没有黑服 但是它的根本来很多 我就把它修成一小撮 晾干之后就把它重新栽种 这就是我多栽多难的多肉啊 希望这些也可以孵出小牙 不知道可不可以孵出来 哈哈 就敬后佳音吧 这是我的红颜之爪 再来给你们看看这个蓝色丹宁 看它的叶芯 新长出来的叶子 是不是很开心啊 好棒哦 这样看它的那个绿色部分 真的是有点蓝绿蓝绿的 这是我的蓝色丹宁 你看原来它们是两个头背靠背的 我把它拆开之后 你看两颗都有活耶 叶芯 都是新长出来的红尖尖 挺漂亮的 这样是不是更像孔雀开瓶了 好美哦 蓝色丹宁真的是有它过人之处 尤其是这颗真的好像孔雀开瓶 这个叶片好像长得比较好 这就是好消息 新年新希望嘛 总是要找一些开心的事 还好剩下的都还不错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